大家好我是丹丹 歡迎回到三國之幻想大陸的時間 那今天這支影片是答應各位啦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款遊戲如果你要進入要入坑的話 首先你必須要抽取的武將 我自己推薦的有哪幾隻喔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遊戲其實不用特別刷手抽啦 因為其實他給的資源量是真的非常保險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強度廚 或者是你是一個點黑到爆炸的玩家 想要在前期有一個比較好的開局體驗 讓你在前期可以過更舒長一點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介紹的這幾隻SSR角色喔 當然這幾隻SSR角色你在開局沒有拿到也沒關係 在後續的這個部分也有機會去獲取他 那你進入到這個遊戲裡面可以去透過這些武將會面啊 或者是一些活動 都可以有機會去領取到這些角色喔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來介紹一下 到底是哪幾隻SSR角色吧 好啦 那我們馬上就來到我們的角色畫面了 那因為 這中間的時候我目前把我電腦重灌了 所以我換了一個帳號 那這帳號的話 目前角色抽取的比較少啦 練度推的還不是很多 但我們就一樣就用這些角色來做介紹 推薦大家我在遊玩了這麼多天之後 有哪一些我覺得不錯的角色 然後以及這個哪一些角色是適合在前期幫助你通關的喔 那我們就分成這個陣營來看好了 我們首先來介紹這個魏國這邊 那魏國這邊的話我們第一隻會推薦的角色是司馬懿的部分 那司馬懿這隻角色的本身強度非常的夠 那他足以單掛在任何陣容裡面 而且你去打這個排名的話 你會發現整個排名的掃下來 全部人都會掛一隻司馬懿 基本上就知道他是穩穩的提領角色啦 那更別提這隻角色呢 在推圖本身也是一個外掛班的存在喔 如果你是一個無課或者是微課的玩家 我覺得這一隻是絕對要來培養 然後在後期 中後期你可以去轉職成這個司馬懿的盾斧隊喔 那為什麼他這麼厲害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氣力攻擊的部分 氣力攻擊的話他會對敵方的前排造成這個132%的魔法傷害 然後會給予一個冥鳳的效果持續兩個回合 那冥鳳每回合呢 會對受到這個冥鳳效果的玩家造成15%的傷害 然後會持續兩個回合 那最主要的呢 我覺得不是在他的技能啦 當然他會有一個打前排不錯的效果 但他最主要的是在他的這個對列這邊的羈絆 那他的這個對列羈絆是天下親父 那天下親父的話他可以跟三個國家的這個武將去做一個搭配 搭配起來之後呢 每個陣營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有很多的這個傷害減免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是盾斧隊 因為他本身算是一個輔助 然後再搭配其他的這個盾的各陣營的角色呢 就可以形成一個不錯的盾斧隊喔 所以這一隻司馬懿呢 是我非常推薦的T0級別角色喔 那講完司馬懿之後呢 我們來簡單來說一下曹操好了 曹操的話呢 他本身也是一個可以玩一個輔助陣容的隊伍啦 那他本身的最重要是氣力攻擊 他會對敵方全體造成這個84%的物理傷害 並且會給敵方全體一個超級強力的debuff 攻擊力防禦力還有這個最終傷害 減輕傷害都會去做這個降低 基本上就是一個超強的debuff 那如果你整體的隊伍的輔助是帶的比較多的情況下的話 你的曹操他的氣力只會回的比較快 回的比較快的話就可以一直放這個氣力攻擊 那你就可以不斷的去對對手進行一個debuff 然後因為你是一個輔助型的陣容 整體的這個控場啊氣力啊補血量 基本上應該是蠻充足的 有點類似一個魔隊的感覺啦 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 那這是我在魏國比較推薦的兩隻角色喔 那看完魏國之後我們來看一下蜀國 蜀國的話我覺得目前是有一點點尷尬啦 因為蜀國最有名的肯定是我們的桃園三姐義嘛 就是關羽、劉備跟張飛 那基本上這三隻角色目前表現比較差強人意一點 那比較好的話呢會是在劉備這邊 那劉備呢他本身有這個比較強力的控場效果 而且在盾斧隊他也是有個一席之地的啦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介紹過司馬翼 司馬翼盾斧隊你蜀國 可能就可以去掛劉備去做一個效果 那他本身也是利用這個氣力攻擊的15%機率的兵結 去對對手造成一個控場的效果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這個關羽跟張飛 目前就是一個比較T2、T3比較尷尬級別的位置 那如果你想玩盾斧隊的話劉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取得的陣容喔 那在蜀國這邊呢 目前日服有的角色我自己最推薦的肯定是這一隻 諸葛亮啦 那諸葛亮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他的取得難度稍微較高一點點 但是他整體在這個陣容裡面是一個非常OP的存在 他有一個非常強大的控制效果 他本身是一個工具人的定位 那工具人的話就是可以 適合單掛在任何一個陣容體系裡面 那更別提這類型遊戲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一定是工具人級別的角色啦 那這隻角色絕對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投資的喔 那我們也簡單的看一下他的控場效果啦 那他的控場效果呢 主要是艾特的氣力攻擊7萬盾甲 會對敵方全體造成B4%的魔法傷害 並且會對我方的全體氣力回復速度增加15%上升兩個回合 那就是一個幫我們這個怒氣瘋狂上升的一個技能 那剛才提到的搭配曹操的話 你或許可以讓曹操不斷的去開他的氣力攻擊 去給對手造成一個debuff 算是一個蠻不錯的搭配性啦 就是在輔助隊裡面 那他去掛在可能是剛才提到的盾斧隊 也有一個蠻厲害的這個化學反應啦 所以就是一張超級厲害的工具人好不好 一定要取得的一張牌啊 介紹完蜀國大概是這兩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吳國 吳國的話除了我老婆以外 我老婆就妹子隊有機會帶到他 那除了我老婆以外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們可以來介紹一下這個 周瑜孫策以及陸迅 這三隻角色我也擺在一起講 因為這三隻角色呢 他可以走一個火毒隊或者是火燒隊 可以走這個套路 如果你今天要玩火毒隊火燒隊的話 周瑜跟陸迅是必定要抽的核心角色 這是必定要抽的 因為這兩隻角色是在這個火燒隊裡面 妥妥的核心踢領角色 那為什麼會叫火燒隊呢 主要是在他的這個氣力攻擊這邊 有這個灼燒的效果啦 你也可以叫他火燒隊 反正火燒隊 就網路上的一些名詞啊 我自己爬文爬下來 就大家好像就是叫他火燒隊 那我們也一起叫他火燒隊喔 那最主要就是他這些灼燒效果 然後還有一些引爆效果 那這三隻的話是你要去玩火燒隊 一定要抽取的角色 那當中比較需要提到的 就我們剛剛比較少提的是孫策 孫策的話呢 他本身其實還好 那在火燒隊的話 他是這個周瑜的羈絆的點火工具人 為什麼是羈絆點火工具人 因為你看 來到這個下面這邊 隊列羈絆這邊有個同心協力 那同心協力的話 他可以跟這個周瑜去做搭配 算是一個工具人體別存在 但也不用擔心說 他只是一個工具人喔 他在後期呢 你也可以考慮嘗試放到這個盾隊裡面 去當一個坦克喔 效果還不錯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玩這個火燒隊的話 周瑜 孫策 陸訓 這三隻是一定要抽到的喔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介紹完無果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群這邊 群這邊的話比較重要的角色 我們可以先提一下呂舞姬 呂舞姬在日服 他是一隻基本上就是開服送你的角色 然後他可以讓送到你 也可以拿到一伙 就是UR的部分 然後他還贈送你一個群舞姬的造型 在上一支影片有看過嗎 那目前呢 我自己是把他當一個主師來陪練啦 是十分強力的 在推這個地圖上面來講 完全是無壓力 就你有把群舞姬練起來 其他的該練的角色 該練的陣容都有練的話 群舞姬在推圖上面表現真的非常不錯 而且在短期 目前角色不多的情況下 PVP也是屬於一個非常強力的角色 我自己目前的主力也是群舞姬 那大家到時候如果台版有機會 群舞姬也是用贈送的方式的話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群舞姬的碎片拿好拿滿 直接把他升到五星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在台服把他升到魚瓦喔 大概是這樣子 那非常推薦群舞姬喔 那講完群舞姬之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隻的話是貂蟬 那貂蟬的話呢 本身是一張控場非常強力的角色 最主要是在他的氣力攻擊 這個艷麗美舞的部分 他對攻擊力最高的兩名男性角色 造成這個168%的魔法傷害 跟70%的機率會造成一個回合的魅惑 那如果敵方的男性未滿兩人的話 就會選擇這個攻擊力最高的兩個人造成以下的傷害喔 那魅惑呢本身他可以造成行動不能氣力回復不可 效果終了時貂蟬的HP會有回復10% 那基本上就是不能行動不能回血 效果結束時我們貂蟬還會回血喔 一個非常強力的控場效果 那他在推圖上面呢 因為在推圖我們可以不斷的R1 不斷的重新的就是進關卡重推重推重推 即使你一次沒過年也可以推第二次 如果他魅惑效果有成功魅惑到對手的話 有機會讓你在不斷R1的情況下 能夠順順利利的通關很多原本很困難推圖的關卡喔 那在PVP的部分呢 你只要在這個70%的機率 有成功魅惑到對手的兩隻角色 卡一個回合就可以讓PVP有一個非常大的戰局變化喔 所以如果你有抽到貂蟬 或者是你想要抽妹子的話 我一律推薦貂蟬一定要抽 非常非常的厲害啦 那當然以上呢就是我個人主觀評價的 極致SSR級別角色 那如果你有喜歡的SSR級別角色 沒有被我推薦到的 也不用擔心 這都是我個人主觀的意見而已喔 好不好 那如果你不是一個強度廚的話 你想要去抽取你的老公或者是老婆的話 也絕對是OK的 因為這個遊戲呢 你只要練起來練到UR 大家都是有機會上陣的 好不好 好啦 那麼這一次的SSR推薦角色就差不多到這裡 之後呢也會做一支R卡跟SR卡的介紹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記得隨時Follow我的頻道喔 那麼我們就下支一天再見啦 掰掰